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《从听书到看书》。 最近有一个很喜欢看的台湾社交平台,叫人生好难,随便画就好了。 它主要是将一些宠物的相片,用大约30秒的时间随便画出来。 30秒内,除了要找到重点外,另一个重点就是不要想太多,否则观看的人就不会笑。 这个成为了我最近日常吃饭的一道菜,有时笑一笑就过去,没什么大不了。 当然,人们能够一辈子都在这里轻松搞笑,但同样地,一辈子认真地工作学习的人都需要投气,就拿一个平衡点啦。 今天想和大家讲的书是《幽默的力量》,作者赵欢一是韩国人,早几年都出过好几本幽默的书。 他说在演说时被对方攻击,在港台上面对着大众逆转情势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幽默。 书中也举了很多政客是怎样用幽默去化解尴尬呢? 也有生活有趣的例子,不过幽默和搞笑是不同的,就有如搞笑艺人和鞋声是两回事一样。 说到这里,当然要分享书中一些幽默的例子啦。 有一位太太就发现先生在看其他女人, 于是就好气愤地质询先生。 老公你不是说好,不再看其他女人的吗? 先生就说没错啦。 太太就问啦,那为什么你还在看其他女人呢? 这个危急的情况,先生的大脑这一刻就超级灵活。 他就说啦,真是呀,难道禁食的时候去餐厅都不可以看一下菜单吗? 另外,曾经任第34届美国总统的布希前总统,出席一间大学毕业典礼的时候,开始演说时就说啦。 我希望让你们知道,好像我这样拿私学分的人都可以做总统。 因为毕业典礼难免会有人觉得是为了高成就的学生举办的宴会。 布希对于成绩的自我介招,为了很多学生都带来了勇气,是经典的幽默。 布希总统也曾经表达过,从英国首相邮吉尔那里得到了很多人生的啟发。 他说,我都好像邮吉尔一样,退休之后在画画,和邮吉尔不同的是,我画的画如果没有署名的话就没有价值啦。 然后又引起全场爆笑。 而罗斯福总统对记者也有过以下这一段的,在美国大恐慌时期, 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混乱时,某位记者就为了解决大恐慌而焦虑的罗斯福进行提问。 他问,总统在觉得焦虑时平时都是如何平复心情呢? 罗斯福就回答,我会吹口哨。 记者就好奇,但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听过总统吹口哨呢? 然后罗斯福就说,你会惊讶是应该的,因为我到现在都还没吹口哨。 虽然有太多会让人感到担心和焦虑的事情, 但那些都不至于让罗斯福觉得动摇,这个就是自夸的幽默。 还有一个很日常生活,虽然无从稽考是不是熟实, 但听起来还是觉得有趣的。 林肯和夫妻玛丽的个性是难缘不切, 林肯很安静而且慎重, 玛丽就有些冲动而且神经质。 因此据说夫妻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的磨擦。 林肯在担任律师的某一日, 玛丽就向卖鱼的老板发脾气, 说话的口气还非常犯粗, 老板就不悦地向林肯提出抗议。 林肯听完老板的话,就很安静地把手搭在老板的肩膊上说, 我都忍了15年,还生活到现在, 老板你只忍耐15分钟就好了, 麻烦请再忍耐一下。 林肯这番话就让我想起苏格拉底曾经有一句相当相似也有趣的名言, 同样都是无从得知是不是熟实, 但就经常被大家提及。 他说,我若能忍受得到内人的话, 那天下间就无难相处的人了。 幽默就是这样, 不用花上很大的力气去回击对方, 或者是不知所措的紧张, 简单一句幽默的回答, 让人意想不到的神回复, 还能带来欢笑,化的为友。 从听书到看书,推介书籍,幽默的力量,作者赵欢一,由双周出版。 我们下期见见。 谢谢观看